大家好,荷兰豆爆炒鱿鱼花的时候,牢记不要焯水,不要过油,炒出来口感不仅脆嫩入味,而且鲜香下饭,正确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 首先,碗中先准备适量的黑木耳,加入一勺盐和适量的清水,像泡木耳,泡红薯粉之类的,在里加点盐,泡发的会更加的快,而且节约时间。 接下来,我们准备半斤荷兰豆,给它掐头去尾,蔬菜荷兰豆,营养价值是极其丰富的,而且它的口感鲜嫩脆甜,豆香浓郁,很多朋友都喜欢吃,特别是爱美的女士,三高的朋友,平时可以多吃一些,对咱们的身体好处是非常多的。 把荷兰豆用清水多清洗两遍。 洗干净后,控干水分备用。 再来准备一斤的鱿鱼花,解冻后,咱们用剪刀,剪成小段。 剪好以后,用清水清洗干净,同样是控干水分备用。 下面,在小碗里面打入两个新鲜的鸡蛋,然后用筷子快速的搅成鸡蛋液以后,放在一边备用着。 调个料汁,盐,鸡精,蚝油,生抽,淀粉一勺,清水半碗。 充分的搅拌均匀以后,放在一旁备用。 现在,把泡发好的木耳开水下锅,焯水一分钟。 这样吃起来更加的安全,放心。 焯好水以后,咱们用漏勺给它捞出来备用。 跟着,再把鱿鱼卷也焯个水。 注意,鱿鱼焯水的时间不要过长,30秒左右,打卷了就可以。 时间长了,变老就不好吃了。 下面,咱们再把蛋液下锅给它炒一下。 快速的搅拌,20秒左右。 等鸡蛋定型了,就可以出锅了。 锅中留底油,放葱姜,呛一下锅。 炒出葱姜的香味。 等炒香以后,把荷兰豆下锅,用猛火快速的爆炒。 这样炒出来的荷兰豆才会脆略不发黄,口感清脆又香甜。 切记不要焯水和油炸,避免流失过多的营养,损失口感。 看见荷兰豆炒成脆绿色以后,再把木耳,鱼花,还有鸡蛋全部下锅。 同样是用大火翻炒均匀,炒出锅气。 接下来,淋入调好的碗汁。 再次翻炒均匀,炒至入味即可。 出锅前,记得淋上点调料油,增强菜品的亮度。 炒匀以后,就可以出锅装盆了。 这样的一道,成本五块钱都不到的荷兰豆爆炒鱿鱼花。 不仅鲜香入味,而且清淡有营养,简单好吃的家常菜。 鱿鱼的口感更是脆爽鲜香,鸡蛋爽滑,好吃。 爆炒出来的荷兰豆更是脆嫩香甜。 配上两碗大米饭,别提多香了。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试作吧。 家人们都爱吃,谢谢大家。